一大早赶着上班 但是还是要多加留意周边的路况 22号早上7年左右 在吉安乡就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事故 强大的撞击力道 造成一名34岁的机车骑士 全身多处骨折 还有内部脏气受损 在紧急送医后仍宣告不至 机车骑士沿着中央路北往南方向行驶 不料在快到建舱路口时 全域上有汽车转弯 向刹车已经来不及 整个人当场失控跌落在地 因惯性撞上脚车车尾 我来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到了 救护人员已经是 让他该固定都固定好 私事都固定 我这样看他说 他只觉得他已经蛮严重 而且是痛到他有点不能叫 现场评估他的意识状况 其实都还是蛮良好的 他都很正常对打 他唯一就是他的左侧边都比较疼痛 然后我们就给他上一个警圈 还有保护他的警 然后再给他做翻身的处置 这起车祸意外就发生在 22号一早7点左右 一名34岁的成姓男子 骑乘机车赶着要上班 没想到却因此发生严重车祸 强大的撞击力道 造成他全身多处骨折 还有内部脏器受损 虽然警校在第一时间就及时赶到 将他送往临近的慈激医院救治 但在抢救过后仍然宣告不治 而双方经久策后 久策职均为零 详细的肇事责任 还有带警方进一步调查理清 记者徐丽琴捷香报导